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您現在痛哪裡呢 我是這裡 這裡痛 然後這裡後面也是會很痛 好像有時候會很痠這樣子 是是 後面也是痛手臂的後面 是嗎 對 這裡很痠 這裡整排的在痛 對 很痠 這樣痛多久了 我看 因為我是也是上班的時候也是用電腦 所以已經應該有幾年了 有幾年了 對 每次很痠 就是好像如果解下來不能解太久 這裡會很痠 是 那你有沒有什麼保養的方法 沒有 也沒有治療 沒有 那你們就這樣 也不知道怎樣 也不知道有什麼方法 也不知道 我先介紹一下 這真的是符合我們藥找 你舉起來會不會痛 是不會痛 不過舉不能太久會很痠 會很痠 對 往後會嗎 往後 往後就 這裡會很痛 那個肩胛骨那邊 肩胛骨 往後肩胛骨這一邊會 會很痠 對 往後這裡會很痠 那這個問題就 不只這裡了 不應該問那麼多 如果他只是剛剛跟我們講的 舉起來這裡會痠 還有這一個手臂 那這個很顯然 它的痛點在哪裡 就是在肩胛骨 這一條線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完全處理 因為這個是大開關 它這一條線管理這麼長 還有管理到前面 所以它前面再痛 還有這一段 其實都是在這一條的管理範圍 如果沒有學過這一套 你這裡痛 還有這裡痛 哇 那就是兩個部位了 那可能 如果貼藥布就要貼兩片 我們是一條 就管理剛好這兩個部位 但是它現在又舉出 它還有一個問題 往後痛哪裡 會很痠 痠哪裡 就是 這裡 這裡會痠 往後 後面會痠 表示它哪裡出問題 大家已經知道了吧 旁邊這裡痛 往哪裡走 胸椎 大家已經都講出來了 那就是 如果我們再幫它 做得比較完整 那這裡也要做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等於這裡要做 還有做這裡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把它的上胸椎 這兩條揉開 那很顯然它往後 肩胛骨會痛的 這個就會怎麼樣 消失 這個痛就會消失 那但是 這裡解決了 這裡 還有這裡 它還是會痛 所以我們勢必 還是要解決 解決肩胛骨 內側這一條 那我揉給大家看 這裡疼嗎 這裡疼嗎 一點點 這裡一點點 這裡呢 有一點痛 這裡 這裡很痛 對 酸痛 一點點酸痛 這一邊呢 有酸 這一邊也酸 痛 痛 這裡痛 痛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它痛這一邊一定是在同側 你看它這時候就跑到對側來 而且我看它這一邊的痛 比這一邊還好嚴重 對 好我再找找看 這裡痛嗎 痛 痛 大家有聽到喔 這是對側 脊 脊椎在這裡 我剛剛按這裡還沒有那麼明確 這裡也痛嗎 對 是喔 嗯 這裡呢 沒有這樣痛 就沒有那麼痛 那這裡 沒有 沒有喔 它只有痛到這一段 那還好不是很長 這樣可以忍受嗎 可以 好 這裡就還好 嗯 好 那我看看 這裡就不會 一點點 這裡呢 沒有 沒有 嗯 所以大家 它 大家看它這個痛 反而是痛到對側來 一般以我的經驗 如果同側沒有痛 痛到對側 一般都是比較嚴重 它那個酸比較難治療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力量 可以 可以喔 好 好 你現在齁 我幫你做一個動作 你剛剛說往後會痛 你再感覺看看 現在這樣往後這裡有沒有比較鬆 這樣這一塊 後面 有 有 那現在往後這裡是解決了 對不對 那我再幫你處理這裡 所以等於我們處理這一條 解決它後面 那現在就是要肩部原始點來處理它另外的痛 這裡痛嗎 沒有 一點點 這裡呢 很痛 這裡很痛 這裡呢 很痛 對 好 所以它這裡肩部的原始點是從這裡痛到這裡 這一條 好 那我們開始來做 這裡痛嘛 一點點 好 剛剛按的時候很痛喔 剛剛按的時候很痛喔 現在這樣還可以接受嗎 嗯 可以 按這裡比較痛還是按這裡 嗯 都差不多一樣 都差不多 好 好 那這樣你可以慢慢起來 你現在感覺這裡肩部 清醒怎麼樣 很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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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裡沒有 沒有這樣痠啊 是 完全沒有痛啊 而且我舉起來後面也是不會 不會很痠啊 就是很鬆啊 很鬆啊 好 謝謝陳老師 謝謝 好